几名死刑犯为了逃出监狱 竟对送饭的伟军打起了主意 他们先是将绳圈悄悄丢在地上 趁着伟军分配食物之际 在顺势用脚把绳圈打开 可就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 伟军却突然朝前面走去 而众人的心也不由地提到了嗓子也 马三炮听闻顺势指向左边 可没想到伟军却根本不上头 直接把大少爷的包裹丢给了他 好在马三炮集中生智 在马三炮的一番说辞下 伟军只能无奈地取回包裹 可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下 伟军却停在了龙千炎面前 你是龙鸭大少爷啊 龙千炎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悄悄瞄了一眼地上的绳圈 在确定还差半步的距离后 龙千炎便顺势指向左边的胖哥 而伟军也丝毫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在三人的极力拉着下 伟军不但没有反抗的力气 并且连嘴巴也被死死捂住 而龙千炎也顺利拿到了劳门钥匙 随后便丢给马三炎开门 随着劳门的成功打开 马三炎迅速将伪军一棒子放了 而众人也马不停蹄地往外点去 可刚跑出去没多远 龙千炎却突然停下了脚 我不能做个不像太子 我必须得回家看一下我爹 你先走吧 随后龙千炎就朝家的方向跑去 而马三炎也不想看着他去送死 于是便让两个小弟先行撤退 自己则跟过去看他情况 回到家的龙千炎发现大门紧锁 于是便只能选择翻墙进去 马三炎凭借矫健的步伐率先翻了进来 而龙千炎则因为苦高迟迟不敢 我晕搞了 你能拉我一脚 无奈的马三炎只能上前帮忙 可没想到却被龙千炎一脚踩开 原来是巡逻的鬼发现了他 为了掩护马三炎离开 龙千炎便揽下所有的罪行 马三炎现在也只能以退为警 再次和小弟思考越狱的办法 就在马三炎范畴之际 胖哥突然无意间响起 住在城南的老狱族催死 似乎知道一条进出监狱的密道 然而就当三人连夜赶到城南时 却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胖哥 崔老四家就住这边 住哪儿 这这边 这一片有多少糊 十九户的 哪家人 眼看小弟这么不靠谱 马三炎只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时他突然想起胖哥说过的话 你说这老东西爱喝酒是不是 四九命 丑啊 哪个门口酒瓶子多 哪里会救他家吗 马三炎一语点醒梦中人 小弟迅速在周围展开地毯时搜索 直到次日清晨 三人才找到老狱族崔四的家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崔四竟要一壶烧酒和两个肉饼 作为密道位置的交换条件 此时的三人比乞丐还矩 但为了能救出老李的龙千炎 马三炎只能脱掉小弟的衣服去换钱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龙千炎已经被鬼子放了回去 原来是他的父亲答应了皇军 出任治安联合会的会长 可得知此事后的龙千炎却非常急 你儿子做事一人做一人当 我绝不让老龙家背这切骨骂名 与此同时 不知情的马三炎已经买好了烧酒和肉骨 而满意的崔四也说出了密道的位置 可当三人走到一半时 却发现前面的路发生了塌方 无奈的马三炎只能凭感觉开挖 殊不知他将给自己惹上大马了 Contajo 是 无奈的马三炎 宝宝